啊 该醒醒了兄弟们 三个英雄凑了两个羁绊 为所欲为加上两姐妹 可以 微博给你 感觉上路要出了吧 我觉得这首是不是考虑武器锐文这种 保一个能在边路 起码说拿到一些 我不说主动吧 起码能守住对面的进攻 能稳住 能稳住 而且中期有用 因为他前面打格温的时候 其实这个英雄 发育中期有点长 背影刺客今天 我觉得背影刺客今天可以 对 我觉得背影刺客今天不为过 这把真的 快 我的意思就是 你让他拿点优势 在中期的时候让他C一下 就是得围绕他去打对吧 他有很大优势 但是他也多帮他 他选这个英雄 肯定是要多帮的 哎 看一下后这位的一个班人 先搬一手 喂 这种边路比较好 抓机会的英雄 这把打野搬得多 KBG有没有可能 直接轻钢引打野去啊 也可以 这把轻钢引打野 速度往上稍微提升了一些 还是能玩的 搬了个杰斯 嗯 这把奥拉夫 借莫莉莉亚 前面其实属于三班打野位置 对 这把确实 KBG这边能用的打野应用不是很多了 非常少 这把有没有可能DAT拿出他之前招牌的盲森 对啊 可以啊 来一手盲仔 我还挺期待的 嗯 翻棋 二轮法盒 应该是要选一下 这把拉克斯极克斯都在外面 得拉克斯拉克斯 哦还是极克斯 求稳啊 如果是极克斯的话就求稳了 主要我感觉持的拉克斯有说法 有说法的 他拉克斯你如果给几个署名的话 我觉得一定有他一个 嗯 在我们W22的舞台上 主要他是最早开始玩的 对 是吧 那个时候全国大赛赛道的时候 他就在玩了 对吧 一手拉克斯直接打出风采 嗯 倒是我们还在质疑 这英雄打下路真的厉害吗 后面直接 好厉害呀 他很主流了 对吧 他引领了一段时间的风潮 啊 这把是空的拉克斯 今天的空那把拉克斯表现得也非常好 啊 最后看一下位置怎么分 哦 怎么分 那真的是 钢尼去打野了 是的 哇 这把选了一个 双Poke的一个体系啊 对 拉扯能力挺强的 飞机加里奥 可能整体的前排属性会稍微弱一点 但是这个阵容拉扯能力还不错 对 最后 最后拉扯了 要保一下 前中间的一个兑现能力 这把啊 微博给面的前期 在线上的侵润手镜是拉满的 嗯 爆发很高 对 我觉得微博这把这种学选挺好的 好在哪里 这一手上演还不行吗 这瑞文加螳螂 你觉得还打不过对面青刚一剑击吗 而且刘仙安在中路 打线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再加一个加里奥 也是 加里奥 对吧 就不好说了 看加里奥来不来吧 对吧 没事 makeup会出手 你会发现两边辅助还真的好喜欢游中路的 对吧 所以加里奥是直接可以飞上路的 但是你先吃个五级啊 小型很严肃啊 现在微博 这盘现在兄弟们脸上就写了四个大字 不留遗憾 那今天是不是 这一局是不是又进入到了 咱们每一次总决赛的时候 都会提的一局叫初心局 是你每次都会提的 说实话 单看这首阵容 我感觉不是初心局 他连拉克斯都没选 拉克斯都没选 你还说他是初心局 我刚才在下面 我又在想说 这把微博会选一个怎么样的阵容 我以为会那种持 直接开始 来一首下 这把保我 兄弟们四保一 就保我 对吧 我给你玩手AD 我来个卡杀 那说明他们现在心态还是平稳的 我就是稳着选人 选这种最主流的英雄 相信自己吧 相信自己 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出调整 肾也扳掉了嘛 来吧 来吧 现在3比0的KPG 手握巨大优势 作为有辩证 有想法的 微博gaming 能否接下这一招 我觉得主要是今天小龙的控制率上来说 微博gaming对面实在太低了 虽然说之前的比赛当中 KPG是小龙控制率62.9% 力压了对面51%的小龙控制率 但是说实话 今天打到一个91的比率 对今天差距有点太大了 KPG加油 不知道观众朋友能不能听到身后的加油声啊 肯定能听到 非常的小啊 亲友团都来了 是啊 现场我们气氛火热 好 来到我们的第四场对决 没错 KPG3比0 拿到赛点 单人线的一个对拼 依然是特别的值得关注 因为今天在这几局当中 我们看到KG抱走的一面 很夸张 夏乐伟在推线 上路的话 小凯一下小凯一下 他卡不太住说实话 你的那句话上电视了 一键开天门 导播偷我梗是吧 没事反正你也是偷的 我渴望有价值的对手 连打八个破绽 拿下双杀 八个是你们的血量上限 而不是我的极限 我的评价是 这一次我们导演写的这句话 怎么说 非常有技术含量 是我觉得这个赛季以来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呃 我不是很认可 你不认可 我们让十一认不认可 我也不认可 我很认可 我非常认可 可以 你觉得老缅说的对 老缅主要觉得导播说的对 但刚刚这波换血 其实瑞文还可以 因为他手上 还多一个招式技能 点燃还在身上 赚了赚了 而且他一直打了线权 这个很重要 这说实话 我感觉打 今天有些下路的线权 真的太重要了 下路这波 减速到了 再发炸弹 含尿炸弹 刚好是精准命中的空 但还好 前期刷入路 不太可能出现火花 今天唯一一次 有可能发生击杀 就是第一把的前期 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转过来 打一套 筐也筐住了 这部老缅吸过来 余震很肉 拉了个电刑 还挺空的 脚闪了 再喝一口老酒 哇哇哇 最后一下最后一下 烧不死了 烧不死了 结束了 是他最后一顿 是的 这波还好吧 影响不大 被打一个闪 刚才第一时间被打了个电刑 太痛了 而且比较稳吧 刚才如果说 交闪现在接普攻的话 有点机会 而且你发现没有 KBG3比0之后 现在打得非常自信啊 你回想一下 第一局说实话前面两分多钟的时候 是不会这样打的 对吧 直接隔着草的位置 开始正义中全 第一局的前期 其实是VC主动上来打 然后被找到了机会 是的 但是这一局不太一样 前期的这波双二路对破 哎 哦 优优应该也是要出 吃冤了呀 看这个 出装方式 要吃两个肚层 很舒服 打了个爆破 刚好可以吃两层 吃饱饱了 但现在 迟是没回家补装备啊 对 这波可能是 要被微博 要被这边KBG反吃一手 刚五级的炸弹人 久东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上路这把两边前期兑现 青钢影 青钢影 匍匍在身后 要跃吗 这要跃吗 跑车 直接来 但是没踢到人 那就直接清掉了 这波反而是被刺客要反打 打着已经给上了 B数打上一个闪 打着二转斩过来 讲道理 两个人越瑞文 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但这波踢到确实有机会 踢到先扛打 然后最后大招转移仇恨 他刚好是勇往直前 加上一技能的位移 躲了一下对面攻击过来的踢 但这波 还是 贝影刺客给他玩起来了 对 就这样一打的话 其实贝影刺客给到对面压力很大 而且Waykhardt来了 来方方清线 这只能清线了 没机往里面走了 Waykhardt说你别急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急不了 主要的原因是 背影刺客大没好 对吧 这波有大 我觉得真能打 要回家了 而大囊刚刚闪现被打出来了 主要KG今天真的是一波机会都不给 是的 太温了 KG只有是我秀你的味 你想秀我是很困难的 今天都没有被秀过一次 那什么意思 我背影刺客就 就不秀了 你们都是半斤队八两 哈哈哈哈 我感觉还是值得相信 值得相信的 你确得相信了 一整局打下来 我觉得 背影刺客的发挥还是韧性十足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比较好的形容前面三局背影刺客打下来的一种感觉 对的 就不论怎么样来说 背影刺客对线上 主要今天兄弟们破绽有点多 对啊 对吧 对啊 出疯了 今天兄弟们可不止八个破绽 而且他今天没有拿到自己 就是 应该说创造名场面最多的这个剑机 左边老一抢啊 这也确实拿不到剑机 好 倒计时两秒结束 先锋出现了 飞机 小龙也出现了 嗯 但这边 先锋有视野的 琴刚刚已经是在打土龙了 哎呀 拉克斯空了一套 感觉要换了 应该是换了 直接换了 这边双刃组也被卡住了 而且飞机有导弹包的话 这个期间确实想直接碰还是不太好 哎呦 一波三闪过来 拉潮风 导弹包直接飞 飞到时候了 Wake up 一丝丝去 但是 没吃到飞机的大 大导弹没有中 空 直接 交出自己的光盾 加上二线能不能抵导一下 诶 值得这个血量 呃 安人97波 瓦尔吉利普冲还在CD 没办法 上路直接想跃 但有一个加尼奥的支援 杜朗汶 朝走回来了 出入点 在手 B车了 还要双杀了 还有一个又是KG啊 又是KG 他今天真的是C疯了 两把剑机 都是双杀 但下路的话能拆一塔 呃 上路一塔已经赢掉了 是的 诶 没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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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也打过了 不急不急 还有一波 下一波先来 想拆还是可以拆 可以拆 哎 飞机加尼奥过来了 回看一下 这波主要还是因为有个加尼奥呀 这加尼奥大招给的太及时了 虽然没有阵飞 但是加尼奥了之后 因为KG 闪现躲了一阵 对对 三弹随之物被躲了 回身刚刚好 这个弱点戳戳 我觉得反正躲加尼大招躲了有点太远了 而还有一个关键点 嗯 这两个人头都是剪辑的 对 是呀 我觉得这波其实看到加尼奥给大招 直接溜会不会好一点 反正塔已经拿了 对 瑞文其实已经想跑了 对吧 其实螳螂是最可能跑的 但是螳螂是已经跑了 对 螳螂已经跑了 瑞文是没办法 他那位置杜朗忽顿 他的范围有点大 对吧 刚刚从小 嘲讽到了 螳螂不想 就是直接放弃 两卖队友 回身2v2 还是有机会打一下的 说实话 那这样前期就是 原来每一次 微博拿到先锋的时候 经济都拉不开 嗯 对吧 嗯 这样就相当于纯规了 这波还是撞了一塔的情况下 对吧 但这局中塔有点稳了就 嗯 你如果说直接撞上 然后下着对线优势 但是刚刚下塔 应该是四肢学锁住了 卢仙应该还要带两波线 才有机会把这个塔拿掉 这局沿上蹲啊 都是沿上蹲啊 都有视野 但悠悠这位置可以炸一下 消耗一套血量 诶 哇 终极闪光直接秒了 但这边悠悠也难逃一次 他是赚的呀 我这 装发太猫了 这深渊配合拉尔斯这一套技能 果然深渊效果还挺好的 下塔也是在第二波兵线的时候被带掉了 现在在视野上 感觉微博是有些优势的 毕竟有上下的两座外塔优势 对 而且上下两座外塔全部推掉了之后 一会儿其实对于KG的一个单带是有点影响的 他不会带的那么舒服 而且见机打瑞文没那么容易单杀 诶 这个是真的 就是因为你打 瑞文的话 你那个破绽不容易戳到 秀格温还是跟秀瑞文不太一样的 就感觉拿到优势之后 背影刺客 表示说瑞文 第一时间打不但他可以跑 对吧 对 你看现在其实经济虽然说KG有两个头 大战人先把对方拉个字给秒了 而且白也过来了 但是反正他撞没有撞到 是的 这一波又是一个人头的互换 嗯 这一波 就微博 微博转 微博转 辅助换AD 嗯 上一波是AD换辅助 而且空是有经验了 他觉得你肯定要去 主要这个大招刚好没肉弹 重启躲了 嗯 不过这波人头分辨上青钢影是有收获一颗人头 想来抓瑞文 二先锋刷了 所有人都在赶 微博这边 小龙眼还有45秒就要刷新了 牛眼一直看着的 上路人赢吧 先送上去了 正面又是来开 WeekUp 交一个闪 闪闪 他自己跑了 交了前锋仇恨被拉脱了 而且这波还骗了一个间击的大招 贝斯克这个位置感觉有说法 哎 有点太凶了 太凶了太凶了 这边人在包 嗯 自己家的队友其实有三个被卡在那 刚刚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被围舞 不好说 不好说 而且明显这个先锋两边都不想火力全开 对 因为马上龙要刷了 其实家里面还有导弹包的 对 但是这一波安人90没回去取 要回了 要回了 嗯 现在要回了 现在还有点时间 因为小龙马上也刷了 对 这先锋是两边都不打了 小龙进入正式的一个5秒倒计时了 回家 直接取导弹包 开始出门 这条龙感觉微博必须得拿 板已经开动了 嗯 螳螂solo的速度还很快 在这边 怎么说 站回来 先开悠悠 但是有一个精神 第一身精神规避完了之后 哎 正面炸弹人伤害很足 选择先打人 哎 飞机这个位置可能要先倒了 有闪 有闪 点了个果子走了 啊 但这个龙得放了 哇 这一波说实话特别快地 差点把自己人给飞没了 还有想法 闪现过来什么意思兄弟 哇 他这么备有四个要交代了呀 有位爷拉走 果子没迟到 完了这一波 感觉在附近个闪现 还都不一定走得掉了 他太想去收对面飞机了 太想C了 这个真的是急的表现了 别急别急 这一波 千万得稳住 他们这局已经是优势了 虽然经济上不优势 但是整体局势上面 说实坏 推两塔 这一波节奏已经转马了 对了 对吧 双资源了 双资源再带一个中塔 对 而且下路 KG这位置不走吗 用命来猜这个塔 有佳寮 有佳寮 打他也在 赏一手 队友也来了 来了佳寮 违卡倒了 你以为我在装骑着我身后一堆人 圆东世人 有拉克斯的终极闪光 还有佳寮 转过来 六多年做到了板 大叶在这个位置接半时间交闪 拉开了极限距离 有大招还能拉 这边KG也不敢继续上了 又热人过来了 有资格来了 尖照飞机 飞机已经被斩死了 正面还想追 这一冲拳直接被挡掉了 但是后续有拉克斯 帮帮碰碰碰了一手 相对来说 比较肉一点 可以直接走啊 但是刚才已经第一时间 特别是操作的很秀了 很秀了 主要加里奥每一个英雄登场 我感觉他给的都很及时 是的 对吧 今天悠悠的状态简直是太好了 看一下回放 就你真的 你以为他在装 但是他就讲好了 我给你反打 而且身后是没视野的 刚才 过来第一时间 Vivo Gaming 不知道身后有几个人 大唐眼疾手快 看到板第一时间 直接踩住 主要第一时间 有一个大招的隐身效果 导致KB的输出有一点跟不上 而且持的这一手电点爆破放得很好 救了螳螂一命 你不用持这两拨团伤害打得真正确 对吧 他那个大招都是大到三个人以上 嗯 拉克斯的盾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挡不住了 因为杰克斯大帽子已经做出来了 是的 哎 要大招底吗 这别吧 我感觉现在背影刺客有点不是对手了 你毕竟大招底的话有点虚的 这时候 看这波兄弟来了 有没有破剑还是不一样的呀 又来了 直接找 又是一个英雄登场 这波要一秒秒掉了 在这位置怎么办 精神躲大招 操作很极限 两个人杀还够吗 打起了背影刺客 挂了一个电刃 二闪过来 但柔虹也来了 这波悠悠可能也难走 飞机也来了 飞机在路上 这波一个地狱火炮 先炸死一个二人杀 一丝血 也倒了九筒拿到双杀 十枪吸力过来 先逼二人杀一个闪现 冲击 引到了飞机 二人杀被减速了 对 飞机也闪过来 有点难走 再滑上来 还要去找空 空 空就一丝血 交出闪现的这个大龙 大龙感觉有机会 想要一波想一波 离大龙太远了 有一个小五先锋 毕竟是之前 先锋四连撞的一个名场面 但是剑机复活了呀 来不及 悠悠也还有三秒钟复活 我感觉这波有点错失凉 确实 他们其实直接去打大龙 是可以的 感觉打掉了 真打掉了 现在去其实有一点晚 还被视野看起来 对面人已经复活了 扫一圈眼 再打 这波打不了 不是正确的选择 杀个河蟹可以走了 上方的回放 哇这波病 刺客操作太到位了 对了 秒了之后 精神躲大了 拖了很久 虽然正面冲起来了 但是为了收这个背影刺客 其实大汤已经追得很深 根本走不掉了 对 炸弹人 这个中心伤害 刚好还谈到了 预判的也很准 其实这波伤害打的也依旧很满 你还真别说 现在优势很大了呀 这是今天为止第一把 优势 微博拿到这么大的优势 5000多的经济优势 前面最大的一局 也就1000多块的经济领先 对 而且防御塔破坏的恰到好处 就刚好你的野区外圈 是完全做不了视野的 这个时间段 打堂要来了 展现给大直接戳 打出一个破摘之后 没法继续跟了 飞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啊 感觉有点急了 该让青钢影先出来 会不会好一点 对 让青钢影先上去直接踩 对吧 主要他们知道 领先没有闪 上一波是交过了 下一条小龙 感觉还是要拼一下的 还有20秒的时间 这吧 感觉安然九有点难受啊 安然九这个飞机 跟他的战士相比 前两局战士相比 确实 哪不是伤害啊 嗯 逊色了一些 而且领先嘛 毕竟这一局面对的 这把对位 领先已经三件套了 飞机第三件还没做出来 差两千的 两千多的经济 对 经济差两千 不太够啊 这条火龙 感觉只能让大唐 长出来抢一下了 但是 WakeUp 在找大唐的位置 见机不来了 正面就是要抢 还顶了一下 对吧 刚好是干扰了大唐 想去抢龙的这个时间 费尼斯科要赶紧回去 防守这个二塔了 哎 不去了 让这边 如仙或者谁去守一下 见机因为也不敢带太深 不敢带 这波带到底 可能自己要被抓 主要有 螳螂这个英雄在的时候 其实你担待还是挺怕的 是的 主要见机这个英雄 其实一打一打螳螂 如果螳螂先手的话 见机是打破的 而且螳螂这把 最领先一个大剑 但我感觉这把 大概率还是要最后去拼 这个圆鲁龙的城 两边这几波龙团打起来 都打得比较谨慎啊 是的 现在感觉KBG明显有点 不想跟对面接打 边先要去处理一下 KG现在不敢带太太深 是的 就正常发育 对吧 能发育多少发育多少 然后最后一会儿去打 这个圆鲁龙拼城 但明显 微博这边是不想跟你拼城的 能在这个时候压力多少 感觉得给大龙压力 对吧 得给大龙压力 基本都是C位三剑套 但打野位置确实差的 稍微有点多 不过飞机坐出来三剑套了之后 伤害会上一个档次 但是他的鞋子还没附魔 现在生还能力有点差 往对面有螳螂 对吧 飞机不坐鞋子 没钱呀 他是现在唯一一个鞋子没附魔的人 刚刚把二级鞋给摸出来 这波没金身感觉还挺致命的 咱还能拖一会儿啊 而且他导弹包很重要 对 如果有冲正面的机会的话 还是要做尝试 还能拖一会儿 再吃两波线回家可以做金身了 现在至少也打不起来嘛 远古龙来还有一段时间 那就是尽量把差距给稳住 是的 稳一下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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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现在差五千代的经济 其实对于KPG来说还有点机会 但是微博gaming真的 就以目前的经济优势来讲的话 他们就打一个正常的运营 是他们之前最熟悉的节奏 因为他们是一个二十分钟的队伍 对吧我感觉要看剑机的一个发挥了 对吧 正面打不过开始想办法 对 开始想边线上有没有机会操作一下 我觉得就上路吧 就其实你看到微博gaming肯定是想借助这条远古龙最后打一波的 对吧 那如果说剑机能在上路找到机会儿 对他这把出的破剑 也许这一局可能是KPG能够终结比赛的一个点啊 就退一万步来讲对吧 他起码他一为一把瑞文吸引过来之后 队友正面斯塔斯会好打 嗯 但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把微博gaming他们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螳螂你别看他现在一杠一杠五 但他这个经济 我说实话对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打 而且卢锡安现在战力也很强 对 中野现在微博gaming太猛了 爆发 就前面BP也聊到 就微博这个阵容大意是什么爆发 对吧 炸弹人 卢锡安 螳螂 瑞文 这每个英雄感觉伤害都不低 你如果第一时间开不出金身 那你就已经开不出 你就肯定开不出来了 对 就直接被秒了 可能你打这一波团 你能留给你去拉扯的时间 只有一秒到两秒左右 对吧 两秒之内开不出金身 你可能就被秒了 而且KPG因为它是一个 基本上算没有前排的阵容嘛 所以一旦打起来 就是你开金身 基本上是属于原地等死 是的 这版本其实坦克装备加强还蛮多的 是的 除非是那种5v5正面团 这样的射手是更难受了 让我想起来 昨天跟老秒玩大乱斗 我一个神装飞机 对面老牛 吃羊把 我会非常感动 我显得很多人 我能估计 但是这跟浅雨 给我 你们 这 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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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是有着领先在的 微博这边手握5000的经济优势 怎么说 下大吉 这么谨慎吗 感觉他都是匍匐前进 他对面针对他 他等KG出来 这波波间者其实暴露了 对吧 看见这个炮车 就知道间接在附近 找了一下没找到 发现对面人已经走了 第一时间拉出去 全部入野 全部入野 九总的位置已经被扫出来了 给了颗眼 看见了 这一盘感觉 微克拉夫调整回来了 二人九先处理一下边线 现在螳螂是贴身保护 背影刺客 对吧 兄弟上一盘没保护好你 这把肯定 给你照顾到位了 这把要做贴身保镖了 卢西安 斯杰塔尔做好了 多米尼克领主的挚意 感觉就像老缅说的 就是圆古龙决战了一样 对啊 圆古龙已经在刷新路上了 但是其实这样 对于KBG来说是好事 就他们有抢的机会 对吧 因为打这种团 其实说到底 大家都 而且还有一手飞机 他将精神捕捉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肉身开一波 大龙区 去附近探了一下 把兵线得先运过去 怎么说想偷吗 我感觉好像 就他们应该是在沟通 有一点那个想法 有想法的 因为他们集结了呀 对 不然 没必要几个人 都在这边站一会儿 对 但想了想算了 感觉 可能觉得打这波圆古龙团 更有胜算 飞机要回家去取导弹包了 把圆古龙马上刷了 8秒钟 踩着导弹包出来 先站好位置 打这波圆古龙团 螳螂的位置 真的太重要了 先扫出来一个酒桶 就能丢了一个滚动桶 过来 探一下大糖的位置 松露先回去 把兵线接上 中一塔还在 这个中一塔 真的优势巨大 只能说 一米不到 那瑞文 被养刺客已经把下落的兵线 给完完全全都运进去了 对 对 被养刺客有复活甲的 这一波 也是一个自剑套 威博现在在拖 他在等 爱安九的导弹包 对 感觉可以把龙拉出来 给对面一点压力 翻 开始动 不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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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时间有点太久了 拉脱了 拉脱了 那RN9得回去戴线了 但是看到戴线的RN9 要不考虑一下直接动 只带了一波 但是正面 螳螂绕后了 怎么说 但是不太敢上 没硬跳 这一波 其实讲道理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因为守过金哥 是想等 但这样的话 得有人去看 擎钢眼的位置 是8000血 正面要开团了 炸回来一个加利奥 要打到底了 加利奥有机身 而且空装弹很差 闪眼刺客 近身给我去找 从这个位置 14血 如今闪眼上来 被击孤到了 拿住了 破甲交掉了 加利奥过来 接下来坐 背影刺客 后面给了一个中技闪光 反正想单找 一个平常攻击 草狼要走割了 反正这边越机刷新 直接跳过来 给人一个 大场破甲起身过来 越机又是上来 悠悠只能肉身败自己 苏狼护盾也拉到了 接近身起身 反最终的一个平常恐惧 是收下了加利奥 但是 KG和大堂都还活着 还在找大堂的位置 找不到 他已经回家了 这条远古龙怎么说 感觉蓝马夫拿了之后 不太能打 不太能打 可以补给一下 因为他们是3v2 现在其实 一旦被抢的话 真的特别伤 这波 左边安然9 关键时刻拿了波 双杀利公了 不然的话 这远古龙现在肯定是 微博的手里 这波KPG的团 其实已经处理得很好 在落后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拉扯的已经很好了 而且 微博gaming刚才在追空的时候 还是要打这波 三打二 而且打龙的速度其实挺快的 对 螳螂现在回家直接拉出来 全装了 这一波大堂直接被三防了 卢杰生枪洗礼 能杀吗 反而自己走了 可以进过来直接找 向上飞 在这边 大堂已经被点死了 压起身 远古龙也已经入手了 被刺客一死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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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这边附加打出来了 凡 结果要被手撕了 地雷阵直接炸死 剪击也倒了 上野全部阵亡 有没有机会双龙 要双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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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gaming 在绝境找到了一个翻身的机会 瑞文不好状态 马上就位 再来正面的路上 还想等 还想蹲一手 这波真能蹲 感觉直接打了 其实 就算有视野 现在 其实 这边KPT也 很难受 想绝命一波 龙已经要被打掉了 不拼整吗 其实可以打到底 三千选 三千两千 大龙也有了 隔通有精神 反跳不来 直接平常狗狗狗跳过来 又找到了空 配合上一个 圆骨龙的buff 再先过来 滚动九头减速到 没减速到 白叶赛 要到手了 想跳过来 一个圆骨龙的buff直减 九头收下这个人头 但是凡这一波亮眼的操作 这一把 帮助WBG 另一玩狂澜 但是现在只剩下 剑技青药赢两个人了 根本没有往手 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直接一波 双龙会 凡 大糖也复活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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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波缠烟就行了 还想再杀人 越击上来 圆骨龙显神威 直接斩死两人 这一局 恭喜WeiboGaming 天神下凡 力挽狂澜 恭喜WeiboGaming 绝境之中找到机会 在面对着 KPG已经拿到的赛点 是终于